Hello everybody,我是Robin 我是Saurus 我們今天要來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如何改造一間老舊的衛浴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這一間老舊衛浴改造前的現況吧 大家可以看到說這間衛浴 它原本的石磚是藍色的 那再搭配就是白色的燈光之下 其中的飛魚就長白 這個浴缸就是使用非常久 而且它已經破掉了 所以就是有漏水的可能性 那這部分呢我們就是要把它拆除 那旁邊呢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洗臉盆 還有這個馬桶 其實都是非常老舊的 然後我們會一樣把它拆除掉 然後並且使用經典衛浴的產品 至於風格的部分呢 我們打算把它從這種比較慘淡的藍色風格 把它轉換成比較時髦的黑白風 大家會想說那這麼大片的藍色石磚 我們要怎麼改造 因為預算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不打算把整片石磚拆掉 我們會用油漬改色的方式去做改造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現在 其實它原本有個舊的浴鏡 然後還有排風扇 我們現在是先把它做拆除 然後清暈掉了 期待改造後的作品吧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我們改造後的成果吧 這是一個小瓶樹的衛浴嘛 那我們又想要用平價的方式去改造它 第一個部分我們就在視覺上最要先解決問題 就是它的瓷磚顏色的問題 那因為黑白風 所以它的壁面 我們就把它打造成白色的風格 那我們這次選用的油漆呢 是那種防水油漆 那相對來講就是便宜許多 位於油漆的換算是我們第一次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也查了很多資料 那其實我們後來發現說墻壁用油漆比較沒有問題 因為平常其實你也很少去碰到牆壁嘛 那地板就是比較問題 這件事情我們其實是有諮詢過那個油漆師傅 那它的給我們的意見是 如果你今天油漆上在地面上 因為地面是常常會擠水會碰到水的地方 那它的耐用度相對來講就會較低 所以不建議大家拿油漆去做地面的改色 那在牆壁的部分的話 因為它碰到水的地方相對來比較少一點 表面它是有經過油漆師傅的特殊處理 所以它才會有比較耐用 那它相對來講就是 比一般塗什麼水你去吸它的費用當然會比較高一點 是那一萬一方面來說 就是它當然也不能拿來刷啦 就是你不能拿什麼鋼刷去刷廁所 就是你這種牆壁的清潔可能就是用盲壁去刷 它的清潔保養相對來講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但是美觀跟好保養之間就是 像是一個雙面刃 現在有雙面刃嗎 不能說雙面刃 就是兩個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在一個有預算的選擇下 我們兩個都兼顧到了 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把老舊的一些衛浴的設備把它拆除 之前有個老舊的浴缸 馬桶跟臉盆我們也都一樣都拆掉 因為都已經不堪使用了 那因為我們剛才有講說我們要黑白封嘛 那我們這次就是在配件的選擇上面選擇的黑色 然後大部分的視覺效果就是白色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我們挑選了什麼樣的產品 然後大家一目連連的第一個部分就是馬桶區 我先從它的外觀開始看 我非常滿意的就是這個馬桶蓋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很特別 它除了馬桶蓋很特別之外 它的下面這個底座也非常的好看 不會有那種一般馬桶的圓弧形 它是只能這樣一體層 然後我剛才在開關這個馬桶蓋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它其實是有緩降無精的 所以你不會像一般馬桶 它就是會啪然後很大聲 是 往後看你會發現它這邊有這個省水標誌 那我覺得這個是居家馬桶 好像比較少見的設計 但是我覺得還算是滿必要的 就是它有兩種沖水量 所以相對來講就是比一般的馬桶 是還要更省水的 它的這個馬桶它有一個優點就是 它的底座夠高 如果老人家可能就是下肢比較無力 或是腰痛或是肺痛 比較不適合蹲的人 其實就是要選用這種底座啊 比較高的馬桶 這樣子坐的時候才比較舒服 來ROVIN可以 ROVIN要為之經驗 我先說不明一下 因為我不確定我在影片內 或是可能很多觀眾也不知道 我自己是有僵性脊椎炎的 所以我持常性會承受腰部不適 所以我剛坐上去的時候就能驚覺到 就是我的腰整個感覺是非常的輕鬆啦 那是不是因為它夠高你覺得呢 我覺得是啦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呢 因為以前像我家自己的馬桶 也是有這個狀況 就是我會需要前傾 因為我前傾我才能去支撐嘛 但這個馬桶不需要 我前傾反而有點多餘 那像你這麼大隻的身材 會不會覺得說它的馬桶蓋太小 或什麼 因為我這樣子看它的造型算是蠻窄型的 其實不會啦 蠻剛好的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輪到我 就是也很 我應該算是最喜歡的 就是OVO經典衛浴的盆櫃組 那如果你今天去他們的門市可能選購的話 一般來講你都會看到這種全白色的 行路上也大部分都是那種款式嘛 但是為了搭配這次就是 我想要的風格 我特別跟它客製了這個門片 如果近拍一下 你會發現它其實是有紋路的 因為我如果想說單純的霧灰色 就比較單調一點 那我覺得想要增添就是整個層次感的話 像我這次挑的就是比較有點像是 皮革紋路的一個黑色 它也不算是純黑色 有點中灰中灰的 我覺得整體的感覺就沒有那麼剛硬 然後再來是上面的這個龍頭 我覺得它算是小巧可愛型的龍頭 一般的龍頭通常都長得比較大型 是有什麼功能性的考量嗎 但是其實這也蠻好用的 尺分跟風格我覺得都很搭這種比較小巧的盆櫃 這有特色的地方應該比較不會產生水垢 或者是說水垢你也看不太到 畢竟它是黑色的 嗯嗯嗯水垢也是個大重點 我也很不喜歡水垢 有一些還會有流指紋 那個我也不喜歡 那我覺得這次挑到的龍頭 我就是覺得也算是很優秀的龍頭 這個衛浴它的頻數算是蠻小的 那所以我這次挑的噴櫃的款式也相對來比較小 但是我覺得它的優點是 它的深度其實做得蠻深的 有一種洗臉噴 它看似很大但做得太淺的時候 你洗東西很容易把水噴到外面去 但我覺得這一款雖然它的尺寸沒有到非常的大 但它這個挖得夠深 所以它的水相對來講不會亂噴 然後我覺得如果是一個人使用是足夠的 因為其實你也不會在那邊就是 洗很多大量的東西可以到廚房去洗 這個的尺寸我覺得是 小瓶書的浴室用起來剛剛好 然後又很實用的 接下來就走到我們算是淋浴區 淋浴區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這個單片的淋浴門 這種隔瓶我建議就是不要去省預算 一定要做這個 淋浴的時候噴水噴到外面 其實走出去濕濕的感受會非常的差 比較小瓶書的衛浴我覺得就是盡量 就是讓角度都是比較順有弧度的 看起來比較不會那麼剛硬 然後再來它的厚度其實算是挺厚的 所以整體來講是很堅固 再來就是這個 淋浴龍頭升降杆組 它這一組的質感其實就跟剛才的 彭桂的龍頭差不多 它的造型我覺得算是小巧可愛 我覺得這升降杆組應該算是 提升沐浴感受度的一大工程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個公寓有三個房間 其實每個人的身高都有可能不一樣 那像Robin他可能180公分很高 我阿姆只有160 那其實我們需要的那種淋浴高度就不一樣 除了可以調高度之外 它還可以調這個傾斜的 有聽到聲音嗎 反饋感 反饋感 好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蓮蓬頭 一樣也是這種霧黑質感 漂亮 它連這邊軟管的地方 還是有一種因為漂亮而迷失自我的感覺 質感也蠻好的 然後呢它這個除了有這個調整功能之外 它還有這個小收納盤 你可以放肥皂 為什麼 因為你看它下面其實是有這個透氣孔 所以肥皂放在這邊是可以力感的 現在跟大家介紹完整個浴室改造 那其實它的基底工程 我們在設計部分沒有做過很多 反而是在選品部分 就是花了蠻多功夫去跟廠商討論我們想要的東西 想要質感是什麼 是 他們除了品項很多 其實很多產品你都可以客製化 像我們這次就算挑了一個客製化了這個盆櫃的門板顏色 所以其實我們一整間 你都可以在OVO經典衛浴挑到你喜歡的東西 是是是 那他們品項很多啦 所以真的是要認真的挑選 看完了我們所有挑選的東西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我們的資訊欄有OVO經典衛浴的官網連結 那它的產品資訊我們都附在裡面 大家可以點開來看 不知道大家最喜歡我們這次挑選的哪一個呢 我個人是最喜歡馬頭的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來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我們下支影片見啦